人类长久以来无止境的砍伐森林 破坏了生态平衡 进而导致灾难后果 如今随着环保意识逐渐抬头 英国伦敦一群年轻人化腐朽为神奇 以再循环材料 打造出一间温室剧院 里面的设计以大自然和现代元素结合 给人温馨舒适的感觉 在这里每一晚都会有上演精彩的戏剧 为观众带来非一般的视觉体验 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逐年增高 气候变暖的速度也随之加速 接踵而来便是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这不仅会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因此身为地球公民 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力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在英国伦敦金融城 有一群年轻人发挥巧思 先是把玻璃和钢铁 筑成建筑骨架 之后使用再循环材料 打造出一间临时温室剧院 希望借此为废弃物注入新生命 别看它外观简陋 实际上里头却布置得温馨舒适 这一名26岁的艺术总监 萨维基表示 这间小小的环保剧院 在这个夏季每一晚都会上演 一出又一出的精彩戏剧 让观众有着非一般的视觉体验 剧中演员劳拉当初得知 这家温室剧院之后惊叹不已 促使多年来提倡环保的她 毫不犹豫就选择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这支团队的目标受众群 是年龄介于16到35岁的青年人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年龄层的群体 较为关注环境课题 只是很多时候无从下手 所以想借此告诉他们 要维持环保永续性 其实方法可以很多元 也很有趣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